您好 欢迎收看今夜说新闻 中东国家叙利亚从去年三月开始爆发冲突 目前已经造成大约四万人不幸丧生 一百多万人流离失所 而此际在约旦的志工 在难民营发放小型的物资 而即将在十二月底进行大型的物资发放 今天节目当中带您了解当地居民生活的苦况 首先看我们的报道 脸上挂着笑容 欢迎慈禧志工的到来 这些饱受战火摧残的叙利亚孩童 这天显得格外兴奋 因为他们知道慈禧要来发送物资 叙利亚的内战一直没有平息 因此逃往邻国 约旦避难难民人数持续增加 目前在约旦的叙利亚难民人数 已经超过十万人 所以当地慈禧志工从十月开始 积极筹备难民发放事宜 并将台湾人民如何募集 二手衣物的画面 播放给当地的穆斯林看 进而促成这次的发放工作 两天的发放都选在约旦和叙利亚边境的小镇 其中第二天是在距离首都安曼 一百公里远的朗沙市 萨赫勒霍兰小镇 虽然发放当天志工人数只有十多人 但在阿尔塔卡副组织的协助下 发放顺利圆满 两天下来 总计有将近一千户难民 受到刺激人的爱心 不但是一种无知方面的需求 更重要的给了他们一种关爱 从他们的言行 从他们的神情 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的确感觉到我们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 发放结束后 阿尔塔卡副组织的人员 也带慈激志工前往参观他们的议诊中心 希望评估未来合作的可能性 入冬之后 约旦当地的气温一天比一天低 志工也期待 台湾二手义务在下个月抵达之后 能迅速展开发放 赶紧让叙利亚的难民能够得到温暖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约旦慈激志工 陈济辉 陈师兄 陈师兄您好 主持人您好 前几乎的观众大家好 是 想请教师兄 在中东地区 其实它是一个政治局势 比较复杂的地方 那约旦相对而言 是一个比较和平的地方 所以很多难民也跑到约旦去 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 因为我们当地的慈激人 已经在11月初就展开物资的发放 那当初是什么样的缘分 可以促成这样的行动 其实系列难民逃到约旦 从去年的2月份就开始逃入约旦 然后我们的婚会 那时候约旦政府还就是因为他们两国的协商就可以自由出入 所以有当时陆续的跑过来住 就是可以住在约旦的各城市里面 然后我们分会曾经做两次的发放 一个是去年的12月底 一个是延月份 然后之后就是里面的战乱越来越乱 所以夜战政府还有经过联合国宣布他们内战 然后同时他们难民越来越多 所以就是夜战政府就不准各慈善单位 单独来做花旺的模式 就开始要成立一个集中的一个模式 一直到今年的6月份7月份 他们逐渐成熟 就开始规划有难民的成立 那当时已经涌进来有差不多12万人的难民 那难民里面又7分 有合法的跟不合法的 就是辉煌跑进来的 不是可以自由出入了吗 对 因为夜战的边境跟西里亚边境有300 从整个西里亚是这样子 有375公里 好长喔 这个边境线很长 然后有复照的有合法进来 就经过我们现在NAMSA 还有MUFLAG这两个点可以进入 这两个是像我们的海关一样 他们可以自由进入 通关的 通关过来 那其他的呢 就因为在内战开始发生的时候 就很多人因为是参加他们自由军的部队 所以他们都是没有复照 没有身份的 所以他们就把家人小孩送到边境 就从这几个边境开始跑进来 然后呢 真的耶旦政府呢 也做了很多事 而且军方的协调 就是在沙漠里面来收容他们难民 我记得在我们8月份 刚好是回教的宅街的时候 那个哈山亲王的小儿子 就是哈西米组织的主席 他有跟我提到就是说 可不可以请此际来帮忙 就是要我们提供银水 那当时我们也计划提供8吨的矿泉水给他 但是因为因缘不成熟 所以没有做好 接着就是他们宣布 联合国宣布就是说难民营成立 这专门收容规划的难民在里面 而且60%都是父女小孩 因为都没有父亲 所以这一集中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们就一直规划 就是说因为难民营比较集中 那我们持续的原则呢 直接重点就是比较能把握到 但是经过三四个月的协调 一直都不是很顺利 我甚至请哈山亲王出来协调 他也请那个难民的负责人 就哈西米的秘书长 来跟他沟通就是说 当然他也解释得很清楚 他说因为我们持续的花放 要直接重点 要两只手把这个爱送过去 他说因为难民呢 他们都非常暴动 因为他们情绪不安定 那因为上人的慈悲 前期持续的人的爱心 那该组织就讲说 每个组织来都是清零点水 做个样子 给个二十户三十户 你们一花放要六千户 他说真的是很不容易 而且呢 安全问题我们要考虑到 然后就在这个坚持的时候呢 刚好我就想到我的学生呢 在这个NAMSA呢 我一个台湾道的学生 也是皇宫警卫部队的一个成员 他住在那边 他曾经跟我提到 他在那边有做慈善工作 我就打电话给他 他说对啊 我有在照顾西利亚的这个难民 我说拿我去看你 就这个阴言呢 成熟了我们在十一月初的 两次的花放 我晓得这个方方要经过四个月的沟通 是不是当地的这个 风土民情的关系 所以要接受别人帮助 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是不是 其实这一次呢 是有点 因为难民难过的地方 就是说 他们为什么家破人亡 是因为中国跟苏联呢 站在西利亚政府那边 而且我们又是东方年 就是担心我们去花放的时候 会受到伤害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重点 所以呢 然后我有跟哈山亲王报告 我已经找到一个合作的团体 那哈山亲王会长慈悲 就说了一句话 都是西利亚难民 他们都需要的 是 目前当地在那个难民生活的 叙利亚难民 他们的情况如何 而且现在到晚上 温度大概都只有 摄氏零度左右了 他们一些物资上的缺乏 或是住的方面呢 都还好吗 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天气很冷 因为我们也曾经去皇室过 他们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基本食物 当然合华的呢 他们会去打零工 但是因为这个收入呢 有时候都不过他们 付一个月的皇租 所以甚至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西利亚家庭 抱着小孩呢 在安曼 到安曼 从很远的地方到我们这个安曼地区来 然后去给我们的起食物 起求食物这样 蛮可怜的 那边境的这个治安是不是也很危险 是的 很危险 因为有很多非法组织呢 也希望到耶旦来来造制造问题 所以甚至有武器 我们曾经发现有几个这种案件 我们晓得好像他们为了故意要制造冲突 专门射杀小孩子是不是 有 有 我们在边境关怀的时候呢 就是 该组织的也跟我们解释 那边是边境 然后呢 我们刚好 我花旺点离那个边境四公里的地方 我们去看 他就说 我们那时候呢 每天有七百个难民逃过来 在这个地点呢 有四十七位的小孩被射杀 那当时我们很难过 我们就说是谁射杀他们 他说是政府的一个 他们所邀请的另外一个国家的组织 来做这些事 我们大家都很期盼 叙利亚这个内战的战火 可以早日平息 就您了解 他们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他们的政治纷扰会这么久 然后死伤人数这么多 是因为阿拉伯茉莉花 开始发生的时候呢 因为有些国家的国民啊 他就认为他们的政府呢 不合适啊 不合理啊 或者长期都是他们在 在那个位置 所以呢 才会有这种 莫莉花之风 所以自从那个 从那个利比亚 还有突尼斯 还有埃及 然后现在呢 这个风吹到这个 叙利亚来了 所以呢 大家都是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说 就几乎每个国家的都弄得不安定 就很多像西里亚的话就家破人亡 西里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国家 他们物资啊都很丰富 是我们阿拉伯国家唯一没有外在的国家 那好可惜哦 对 那现在这个战乱就 完全被破坏掉 那现在您看那些难民 这个人数相当多 不断地在增加 那他们目前最缺乏的物资有哪一些啊 缺乏的刚才有提到说 最基本的就是要吃得饱 他们至少呢 另外呢 他们有跟我提到就是说 他们过来 有些慈善组织会给他 就像我们合作这个组织呢 会给他们第一个月的黄租 然后第二个月呢 他们自己要去找工作 来维持他们能够记住的条件 那我们在发放的时候 都发放哪一些物资给他们 因为我们要配合这个组织呢 就是花他们所没有的 没有的 我们来补助他 所以我们第一次发放呢 就是规划就是有12公斤 差不多18块的美金的物质 有包括五包的这个面条 还有呢 一包奶粉 一包茶 另外呢 五罐的那个蚕豆罐头 因为我们阿拉伯人很喜欢吃那个蚕豆罐头 还有那个天山血连豆 还有红豆 还有他们煮面的时候呢 也特别要有那个番茄酱 所以我们都把它整理了一大包 那每一包呢 刚好12公斤 去补它不足 另外的就是说 在那个时候没有火 只要打开就能吃 在这一些物资的仇木过程当中 是不是很多人爱心的促成啊 是的 其实我很感恩是我们耶旦的 虽然我们持续委员人不多 但是呢大家耐奋心 更感恩的就是我们 我们正言上人 我们上人啊 非常非常的慈悲 还有全球慈祭人的爱心 甚至呢 我们在台湾呢 也花起东湖的倩慕嘛 所以我们在那边啊 看了非常的感动 非常感动 我就把这些把它当落下来 带去给他们看 他们也很震撼 因为我们都互相学习啦 我也发现他们的就是不大 他们很用心 但是不够细心 所以呢衣服呢 就乱丢 就大家去挑这样子 反正就是还有进步的空间啦 没关系 对 空间还很大 我们互相学习 是 我们看到月旦慈祭人 克福万难 完成了小型的发放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段影片 就是在发放当中个案的故事 在阿尔塔卡复组织人员的陪同下 月旦慈祭志工在发放后的第二天 再度来到后廊 拜访三户难民家庭 这次志工不仅送来关怀 更带了他们需要的物资 同时也用歌声化解孩子 和志工们的陌生感 看到志工的热情表演 两个孩子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这一天算是他们一家人 颠沛琉璃几个月来 最开心的一天 志工这次拜访的最后一个家庭 是失去左腿的穆达家 由于一家之主 卧病在床 家计的重担 全都落在太太的肩上 这天志工除了送来物资 也送上象征幸福的吊事 为他们一家人加油打气 目前逃往约旦的叙利亚难民 暂时都居住在边境的几个小镇上 约旦慈祭志工将会持续关怀这些难民 直到他们可以平安返回家园 师兄刚刚您谈到这个 在发放其实是需要警察来维护秩序的 那后来我们慈祭人六千户的这种大型发放 那天的秩序怎么样 其实我们在发放的时候 因为我在前两天 有去跟他跑动线 也跟他们解释 我们的方法模式 而且我们的发放卡 就是我们发放卡 我在前一个礼拜就已经送过去 但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有他的模式 我就说我们互相学习 你看我们怎么来做 我们怎么来做 所以第一天的发放 我是认为他们在观察我们 当然我们师兄姐那一份悲心 然后就是在互动的时候 我当然也跟他讲 就是说我们有手以表言 爱以关怀 然后让他当然 当时的难民他有点 他们来的时候是有点 脸色不是很好看 因为他看到的是东方连孔 但是又看到我们 耶旦本土的师兄姐 奇怪他就又怀疑 就问说这个物质是谁的 我们说这个爱是从台湾来的 他们就释然了 那当然在发放的构成 就从第一个站就开始 我们开始要把第一个点 有五百五十户的物资 要传到那个仓库里面去 那很感恩我们耶旦的师兄姐 还有从英国爱尔兰的师姐师兄 来结缘的 那我们就 都来帮忙 对都来帮忙 而且当时他们该组织的成员就说 奇怪这些人 是当志工 而且为什么搬了会笑会高兴 没有赚钱还做这么高兴 对对对 所以在搬的过程之中 他们也被感动到 他们也来参与 他们也来参与 所以我就 当然我们很感恩他 所以互相感恩 无形中就搬得很快 很快 所以在发放过程 他们也在观察 他看到 甚至来问我们说 你们给难民食物 你还跟他说谢谢 他们很惊讶 那我们就把商人 教我们的话 来告诉他们 我们要感恩 感恩让我们健库知福 感恩我们有机会 来帮助他们 所以有太多的感恩 所以他们 花旺完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们让我们学了一课 很大的一课 所以花旺过程就是 当然我们的互动 在花旺之前 我会请师姐送棒棒糖 给难民的小朋友们 然后先按他们的心 然后我们再手里表演 然后再介绍 我们从哪里来的 然后把我们上人全球 持一天的爱 祝福送过去 所以这个一个过程 不是光是给食物 是那一份尊重爱 那种温暖的过程 是的 刚刚师兄 您看到那影片当中 你说难民的小孩 很可怜 他们都笑不出来 所以那时候想要拿这个棒棒糖 他们是不是就会比较开心呢 对 因为在我参加 几次国际症灾 因为有灾难的时候 小孩子不晓得哭 他只是会饿 会哭 但是父母有因为小孩子哭闹 他总是很烦 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 所以棒棒糖产生很大的功能 还另外甚至那一天 我们有请我们的 我的学生准备了 这个午灾午饭 给我们志工吃 那我也没吃 我就把那个三明治 给那些灾民的小朋友 他们吃得好高兴 真的好高兴 所以那时候那份感动 那份不舍 是 师兄我晓得在发放 除了发放之外 也会去访试 很多这个苦难的人 那当然这个 不管这个路途多么遥远 就您平日在约旦 其实也是长期在沙漠里 关怀很多的这个部落跟族群 那在访试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特殊的 让您觉得说 它更能够反映出 现在哈曼难民生活的苦 因为这次逃难的难民 跟耶旦本土的平民不一样 因为他们因为国难逃过来 所以来是一无所有 只有身上那一件衣服 好可憐 所以我们在第二天 花放完之后 最后的一个小时 我就安排让我们师姐 去做仿事 去学习 去感恩 所以他们该组织的 就带他们去看了三副 另外带他们到边境 去看那个 他跟他们当说明 就当时47个小孩 怎么被射杀的情形 结果呢 那个慈濟人的慈悲 结果抱着该组织的一起哭 一起哭 就那一份感动 那一份不舍 然后回来之后 就跟我分享说 那边怎么哭 我说这就是我们慈濟人的福报 有那个机会去看那个众生苦 那我们怎么来帮忙呢 那我就说你们今天去 他们是不是反应很强烈 因为西里亚人 我刚才也讲到 他们本来生活很好 什么都有 那自尊精很强 很强 很强 那现在一无所有 你们去的时候 有没有在伴手礼呢 因为我们当时没有想到 就是说要有伴手礼 那我就说我们来规划 这两天呢 我们再回来 我们怎么来把它做好 那最重要的 他们需要什么 他说他们家里空空的 天气冷啊 可能就是要温暖的 像棉被啊 毛毯啊 我说好 我们有睡袋 有毛毯 然后我们呢 另外还需要什么 他们说 他们现在呢 需要一些钱啊 能够买别的东西 那我们也好 我们也有救济金 所以呢 我们准备好之后呢 当然我们实际人 真的非常慈悲 我一讲完 他们就把16套的睡袋 整个重新洗过 所以就那一份用心 然后我们再度回去 再度回去的时候 我说我们要互动的模式 就是说 我们要去感恩他 然后我们要 跟他解释就是说 我们前两天来啊 看了真的很不舍 我们回去呢 我们带着我们上来的祝福 我们再回来 就是把这一份礼物送给他 所以 他们可能万万没有想到 来看过之后 竟然还会再回来再看他们 对 因为 抱歉啦 我也不应该讲 因为我看到很多慈善团体呢 只是做一些 表面上的 只是去 给个东西照个像 就离开的 但是我们慈祭人呢 实际上是走到前面了 也做到最后 所以这份爱呢 要持续下去 好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 约旦的慈祭志工 陈继惠 陈师兄 跟我们大家分享 目前呢 叙利亚的难民 逃到约旦 慈祭志工关怀的情况 今天节目当中 非常感谢陈师兄 来到节目现场 也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感恩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